干什么呢 2021年第一天 哦热闹啊 华为和鹅厂 这俩深圳大佬 一个呢是南山必胜客 还有一个龙岗无敌手 不然干架 什么情况呢 1月1号的凌晨1点 当我刚刚和一帮兄弟们聚完会 怕完年 这华为的游戏中心APP 突然发了个公告 好家伙呀 这公告一出 甭管是王者农药 还是和平精英 凡是鹅厂家出的游戏呀 通通从华为的应用商城下架 当时我对华为 那更加肃然起敬 你们太敬业了 八年你们还加班的 那从公告的措辞来看 华为呢是满肚子的委屈 说不赖我啊 那是鹅厂先动的手 要单方面的暂停合作 所以啊宝宝我心里也是苦啊 只好含泪 把他们家的游戏啊 暂时全部下架了 华为同时还表示说 我敬佩你鹅厂啊 在游戏行业里面取得的成就 和绝对市场地位 爱过感恩家人 求继续合作 你看我还有机会吧 那鹅厂方面呢 回应了 大概意思就是 不管你们信不信啊 是华仔先开的枪啊 是他家先不跟我们续约的 导致我们的产品下架 我们呢立即沟通 准备啊再续前缘呢 这果然是大佬对大佬啊 这大致意思呢 还是床头吵架床尾合这意思 不撕破脸 果然还不到24小时 当天晚上 华为又重新上架了鹅厂游戏 玩的呀 是啊 眼见的很多家人们 估计也明白了 还不是游戏收益的分赃 那个分成不均呗 之前呢 从管的是鹅厂的那个聊天软件 还是老美的流媒体巨头奈飞 都曾经呢和苹果公司掐过架 原因呢 这些APP上啊 不管是打赏 还是买会员的这个钱 苹果应用商店 都要收30%左右的苹果税 也就是苹果要和他们 七三开 那没办法呢 跟苹果的态度一贯就是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财 不过呀 别觉得苹果手黑 我们中国本土的手机厂商 这要动起手了呀 比苹果更凶残 大多数情况之下呢 国产的安卓手机 自己的官方应用商店里面 和那游戏厂商是怎么分的呀 五五开呀 比苹果跟谷歌的应用商店 这七三开还要高 也就是说呢 甭管是华为还是小米 这用户要充值100块 就有50多块 直接进入到手机厂商的口袋 剩下那不到50呢 才归什么游戏的开发商 运营商 发行商来分 所以啊 这手机厂商爽啊 以小米为例 19年 他家互联网服务业务 其实就是广告和游戏呀 毛利率高达64.6% 而智能手机业务本身呢 毛利率也就7.2% 而另一方面呢 游戏开发团队 那是一万个不乐意呀 我辛辛苦苦 半转敲代码 搞游戏 结果呢 分到手里的钱 可能呢 也就十几块钱啊 成本都hold不住啊 你们就一平台 你们就能躺赚 我们这店户们 饿肚子 你们不管哪 天下苦分尘模式 九仪 去年九月份呢 有一款叫做原神的游戏 也是没有能够准时 上架到华为的游戏商店 这原因呢 也是啊 香港无敌手互相的掐架呢 很多吃瓜的假人们呢 就有点纠结 我到底在谁呢啊 而且啊 有些记性好的 应该还记得 这两位已经不是第一次闹了 1617年的时候 鹅厂呢就说 哎 你华仔的手机 收集我的用户的信息啊 然后华仔就说 你鹅厂把用户的这个指纹呢 上传到云端 那是不安全的 你小心点 之后一度又有传言 说鹅厂的手游啊 别家的手机都能好好玩 就在你华子家的手机上 玩的不痛快 再到去年 华子忽然有一天 提醒自己的用户 大家小心点 假人们呢 不要慌 但是提醒你们一下 我检测到鹅厂的QQ啊 会偷偷后台删你们的图片哦 搞得鹅厂仓促回应 我没有 我不是 别瞎说啊 那有假人就问了 哎呀 这么掐掐 会不会以后 我们都玩不上这鹅厂的游戏了呢 这感觉 三天一小炒 五天一大闹啊 哈哈哈哈 假人呐 不用担心啊 拌拌嘴 那是常有的 只要大家都有共同的利益 那就不会有人真的先住啊 所以啊 啊 假人们你们记住 有时候啊 别急着先战队 到时候人家和好了 多尴尬呀 这个 这个游戏呗 游戏啊 哈哈哈哈 连连看消消乐 特别刺激 单身狗必玩 因为发现一对 消灭一对 这台采情深入情 新的一年记住 继续点赞加关注